我们今天路过费城 正好在宾大的博物馆停一下 到里面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文物可以参观参观的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中国的瓷器 所以进去看看 我们今天来宾大的这个博物馆 看看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展览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中南美洲就是包括红卢拉斯 厄瓜多尔 哥斯达迪加巴拿马这些地方 还有这个墨西哥 那这是他们公元前2000年开始做的这种金饰 做的多好看呢 这些也是他们模仿各种动物的 就像中国的这个十二生肖 但是都是拿金子做的 非常漂亮 这些金饰 然后这是冯博拉斯他们在公元前300到1200年做的这种研磨东西用的这种器具 我觉得这工艺也很不错 而且这个石头做的做成这样很光滑 包括它这个艺术性也挺好的 然后这些是拿一些名贵的石头做的一些面具 包括这个玉 这么大一块玉 看着这个玉的还挺润的 这不是人们戴的 这做的是面具 挺好看的 然后在这个钢铁出来之前 这种是一种火山的玻璃 就是火山喷发出来的这些物质 形成了一种像玻璃状的东西 然后他们用来做这种很尖锐的像一些这个刀啊和这种切割东西用的这种毛 这是很锋利的 玛雅人用来切东西用的 然后这是玛雅人的这些服饰和他们的一些织物 那像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这种 然后这些也是他们拿当地的这种玉做的 玉的这些配件 也是玛雅人做的这种玉的珠子 在中东的展厅里这个伊朗做的这种陶器 这是很大很大的陶器 这几个陶碗 然后这个他说当初是模仿中国的这种碗做的 蓝白柚 蓝白柚 上了蓝白柚的这种碗 那是伊朗做的 14世纪的 伊朗的 然后这个超大的盘子是当初日本做的一万里的盘子 出火到伊朗的 相当相当大 我估计的还有半米 直径 然后也是那苗金的画的还真不错 画的还挺细的 超大的盘子 他们背面是打的那巨钉的 这是日本做的 背面打了个大巨钉 他们还说的这个历史 是说因为中国的内战导致了这个瓷器 在景德镇生产的瓷器的这个停止 然后日本就开始往外出口了 提供给日本出口的瓷器供给欧洲 印度和东南亚 所以这种瓷器叫伊万里 因为是从伊万里的港口来运过来的 上面这个是伊朗模仿中国的 但是他做不出这个瓷器来 就是一种陶器 也是青花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中国景德镇出的 一看就不一样 这个中国的这个瓷器 你看这么多年了 跟它那个陶器一比 还是很亮 看上去很凝润 这个质感也很好 这是中国出口的 当时出口到中东的 中国的当时是相当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 出口到中东的 他在上面说 当时中东的这些国家都在模仿中国的瓷器 但是都做不出来 只能做出一些陶器来 因为当时中国的这些瓷器呢 在中东这些国家是非常受欢迎的 这是当初的丝绸之路 这是当初的丝绸之路 我从中国往中东 往欧洲去 把丝绸瓷器和香料 发过去 这里面是当初19世纪的一些秤 秤红的这种天平 然后这个是中国宋代 出口到中东的 出口到伊朗的 一个印花 里面有印花的白柚的碗 这能看出来吗 这边有印花的宋代 这个是伊朗自己出的瓷器了 十六世纪晚期 十七世纪早期 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上的 右的瓷器 背面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女王的服饰 上面也都是拿金子做的 这是公园两千多年以前的 哇 头三也都是金的 这是做的各种动物图案的金饰 也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的 伊朗的 这是拿纯金打造的树叶型的这种项链 哇 真漂亮 金碗 金杯子 还有粉盒 纯金做的粉盒 都是也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的 哇 很确实 这些都是 纯金的手镯 那么小人 就像个女王的样子 就是这个Pan Museum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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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